最后资料再放,因为先把画面叫出来,程式也载入之后 再来看一下那个Database部分 我们把那个就是一个Activity,画面,然后再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是决定那个我们的清单怎么放 那基本上会放两个TestView上去 那接下来的话就程式部分,程式部分的话就是MainActivity 这个MainActivity里面到底能做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当它Uncreate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些准备 事项,里面大概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们一定会有Cursor OK 那这个Cursor主要刚刚讲过了,它就是Database里面 放资料表,在记忆体里面放资料表的一个东西 然后会有一个Exception 如果资料故发生错误的话,它会跳出一个例外事件 告诉你有哪些错误 然后还有这个SQLite的Database 这个最重要的 其他的话 还有一个Adapter Sample Cursor Adapter 这个东西的话 等于是你东西放在Cursor里面之后 要 未给ListServeView里面的这个东西 最后一个Toss 这个其他大概就是比较重要的 再来就宣告 画面上有的 BoundListServeView Button有两个 一个是 Search 就查询 一个是SearchAll 查询全部 然后呢,这个AdTest里面是输入哪个ID 让使用者输入 另外还有就是 宣告那个SQLite Database 基本上我们名称都用 DB DB预设的 里面的话是Nu 里面预设值是空的 因为它是一个物件 所以是 里面是Nu 再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一个那个Cursor 这个Cursor的话就是接 查询之后的那个资料表 一个Cursor OK 大概价格我想都差不多了 以后无论说 你设计一个资料铺 有资料铺的那个一个App的话 这些都必要的 前面好像也有做过 再来的话就是SQL语法 这个SQL语法就是什么 Create Table 有没有 特别注意 这个是我后来自己加的 书里面没这三个字 因为书里面没这三个字 所以如果你用书里面那个 那本书那个什么 那个那本 OK 应该记得那本书 里面没有加这三个字 特别强调 如果你用的是书里面的范例 就会有 第一次可以 第二次可能会挂掉 因为它没有判断 然后里面的话呢 一样产生一个ID 它是一个Integer 而且是一个Primary Key 而且是自动帧号 然后再产生一个Name 名称 产生一个Price 它是文字 它是整数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是 我们的那个Create Table 就是要 再初始化了 所以将来如果说呢 你要在结束的时候 把里面的Table删掉 记得在OnDetroit里面 就把它删掉 再来就是什么 我们的连结 连结画面上面总共会有四个元件 包含就是我们ADTester 两个Button 一个ListView 再来的话怎么样 就是 建立资料库 但是如果资料库已经存在的时候呢 则开启 所以特别是我前面讲过 Open OverCreate 当然里面有一个方法叫 OpenDatabase 它没有On OverCreate 所以如果你用OpenDatabase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 那就它会自动产生 所以OpenOverCreateDatabase 那名称给它 权限给它 还有就是里面要传什么东西 如果说 至于说这个方法里面呢 到底用什么样传什么参数 其实在那个里面呢 Seqlite 它那个方法里面都有相关规定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传什么东西 做什么事情 OK 你会发现 基本上 这边都有相关规定嘛 有没有 String是一个Name 然后什么模式 这边底下有讲 存取的模式 还有你的Factory 如果你这个 这个叫什么 Cursor的Factory 叫什么 应该资料表的工厂 如果没有资料表工厂就不用了 至于什么叫资料表工厂 这边有超连结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部分 坦白讲是 很少用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没有就给弄 所以呢 已经建立一个Database 再来就是建立什么 建立那个 所以它的流程一定是建立一个Database 然后呢 再Create Table 这个Table里面的话 会有几个栏位呢 1 2 3 对不对 ID Name 跟Price 三个对不对 再来做什么 执行Seql Insert into 香蕉跟这个 进去 Insert一行 Insert两行 Insert三行 Insert四行 OK 不过 刚刚同学有提到 其实这边可以改成一行就搞定 有没有 就是 ние 点灯